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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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情的高雄一年四季都跟夏天一樣 所以說吃冰消暑是一定要的 來到哈馬興的朋友都知道 一定要來挑戰這一家 超大碗公剉冰 你看這麼大一碗 吃下去暑氣全消 好了沒 開始囉 吃完了消暑的剉冰 接下來就輪到了正統的在地美食啦 哈馬興悠久的歷史 發展出了許許多多的傳統小吃 而廟口往往就是美食的大本營 肚子餓了嗎 我們現在就來到了遠近馳名的代天宮 來一趟小吃巡禮吧 來到了代天宮啊 一定不能錯過廟口的棋魚丸啦 這家開店呢已經超過了50多年的魚丸湯 哇生意超好 招牌的棋魚丸呢 咬起來香甜多汁又彈牙 可是老闆每天一大早啊 從魚市場買回來的新鮮魚肉限制的唷 除了魚丸呢 當然還有滑嫩的蝦丸和香噴噴的米糕肉燥飯 這些傳統的老口味啊 用料新鮮又實在 果然是歷久不衰的好滋味啊 同樣在廟口 另外一樣必吃的就是扇頭麵 說起雍北亞的扇頭麵 在當地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簡簡單單的古早味 麵香一傳啊 哎就是半個世紀 說起代天宮的美食呢 可真的是臥虎藏龍 別小看任何一家不知名的小攤喔 他們個個啊可都是歷史悠久 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傳統美味喔 每一樣都是在地居民從小吃到大的老味道 吃完了美食 來點甜品的胖胖口味吧 八寶冰和冬季限定的米糕麥 料多味美 吃得到老闆娘的用心很大方 還有香甜濃郁的芋頭 跟獨家花生紅豆湯 也是經歷兩代經營的老店 是內行人才知道的美味 如果這些豐富的小吃您還不滿足的話 建議您啊從渡船口 搭船到對岸的期間 只要五分鐘的船程 那裡啊有滿街的海鮮料理 保證經濟又實惠 看了這麼多 是不是很想趕快去親自品嘗這些美食了呢 高雄啊是一個美食的天堂 尤其在哈馬興 不但有懷舊復古的風情 還有很多小吃等著你來一一征服 大家都知道高雄是國際港督 哈馬興見證了高雄最早的進步和繁榮 這裡啊不但有琳瑯滿目的各種美食 還有全高雄最浪漫的黃昏夜景 走一趟哈馬興 保證讓你有的吃又有的玩 還能體驗高雄悠閒的海港風情喔 因為我現在的心錯了 閃耀了永恆的衝動 希望你也能感受我心中的感動 現在我給你我所有的生活 誰都無法看到以後 不管多久 不管多久 不管有多少錯 希望我沒有用到不會放手 因為我剩走的心錯了 想要永恆的衝動 希望你也能感受我心中的感動 你不會再加上那些不斷 願的消息 請下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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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託 請下託 請下託 請下託